在我們2月1號商人到現在提供的各種協助服務 特別在防疫方面,我相信大家都費盡了心力 那我想我今天針對您的報告裡面也想要救教 就是說在國外我們也看到不管是伊朗、法國、義大利 各個地方都傳出有國會議員或者是首長的因為染疫 然後必須隔離或者是進行治療 那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報告主席的安排一定是希望說 我們也能夠盡早的提出防範或者是做出周延的一些準備 那我想今天就先進入立院 因為立院我來這一陣子發現其實這邊的工作人員跟出入人員是非常的多的 那我們有沒有量過以一天的紀錄來講像就以今天為例 進出人次量有高達千人以上還是上萬 人次就進出進出的這個 我們大概原則上大概一天的進出大概就是一千到兩千之間 這是人嘛那進進出出呢 比如說我進青島崗我就大概一天走八次 人次有沒有記錄 沒有沒有特別記錄人次啦 那我相信我們很多的遠景在第一線他量這個 他就是看這個貼子嘛 所以如果沒有貼他就說那再一次 再量一次 就是說這個貼來貼去 所以看起來就是整個防疫都是靠關口的這些遠景同仁嘛 那所以這一部分不曉得我們立院 有沒有對我們這些遠景同仁有特別的加急或者是給他一些相對的這個獎勵啊 這個是我們哪個單位的 我們總務處 總務處 是 跟委員報告齁 目前警衛隊執行我們一些相關的防疫措施情務裡面的話 他的加急還是跟以前一樣 並沒有說額外有增加 是 所以我說我常常看他們在光這個進出操作動作一定比其他的行政單位更吃重 不管進入行政院人數沒有我們多吧 到各部門部會進出也沒有我們多 所以立院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場域啦 所以是不是說秘書長也可以幫我們的住進 我們來考慮一下看 對於我們辛苦的嚴謹 這段期間的執勤 我們考慮應該給予他們適度的獎勵或者是一些獎金的發放 是 謝謝秘書長 好 那另外就進入到有關異地辦公或者是這個分區分組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查了一下資料不管是總統府或者是經濟部 總統府他是考慮說分區分組 那當然空間跟我們不太一樣 那經濟部他也做到部長跟次長可能會有分時段來做一個辦公的一個調配 那我知道最特別的是像中央銀行啦 他說他們會到桃園的造幣廠分地辦公這樣 那衛福部更不要講了齁 還有包括內政部啊或者是銀行 其實銀行很早就在啟動他們的異地辦公跟人力備員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立院自己齁 因為我看我們的空間加上我們這種空氣流通性 這個空間其實是很不錯的 但是如果要必須採取的話 那不曉得是我們哪一個處是說 這個異地辦公在立院齁 我是講工作同仁不是講委員齁 那這部分的規劃是有沒有其他的空間來做出 我們現在立法院又於我們的空間有限齁 我們要異地去找另外一個場所辦公或者是我們現在是有它的困難啦 所以如果萬一我們這邊有狀況或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採取像有剛剛幾個委員催行的 就是說我們可能就是會用視訊的方式來做開會的處理 好那視訊假設有一個議員喔 國會這個委員喔他這個必須要隔離的話 他在家也可以接觸到我們資訊方面的這個視訊會議吧 沒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我想大概空間上我們很難 可是在這個資訊的這個功能上面齁 應該是可以做到位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是我們有做準備啦 是必要的時候我們才用 但是最好是不要用到 當然當然是 好所以我想我們現在知道的 我們整個立院的這個防疫裡面最 直接就是出入口的這個篩檢喔 涼溫喔 然後呢空間上我覺得這個空氣的流通是做得不錯 然後大概是個人保健 我相信立院跟行政院在這個資料上面顯示的都是一樣 那我想我最後一點時間比較是要想 是不是我們的一些這個接觸人比較密集的一些工作同仁喔 他們在防疫上面的SOP喔 比如說公車的駕駛 公務車的駕駛 就是我們這些坐車的駕駛 還有我們會每天到辦公室清潔的這些同仁喔 還有收發科的同仁 那這些都是我的助理跟我特別提到 這四類的人喔 那現在在我們的SOP的流程裡面 有沒有特別給他們加強 衛教或者是給他特別的一個防腐的一個 有的我請我們總務處 這幾個剛好都是總務處他們的人員 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立法院裡面對於在密閉空間從事工作的服務人員 基本上我們是以服務人員為主 像有幾個地方 像是醫護士、會客士、出納科、會議士、圖書館、台營、郵局、福利社等地方 我們都要求我們的服務同仁裡面都要戴口罩 那這些部分裡面我們的相關單位裡面有多配合在做到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要求我們的服務人員一定要戴口罩 至於其他同仁並沒有陰性的要求 所以他們的口罩喔 剛剛也提到 你們當時就是說有去這個爭取了40盒是不是 那現在剩22盒嘛 那在這個配發的這個需求上面喔 我不曉得這個我們立院跟中央的其他部門 是不是都一樣的這個配發的 跟委員報告喔 立法院自己本身原來醫護士有10盒的口罩 再加上跟疾管局要的40盒總共是50盒 那麼目前是剩下22盒 那麼我們使用的話並沒有配發給我們同仁 因為配合同仁一定不夠用 所以我們目前是說譬如在會議室裡面 有咳嗽的症狀但是沒有戴口罩 我們在緊急提供 好 只有這些症狀才提供 那當然我們有提供一些給我們警衛隊的同仁 在第一線的同仁裡面在做使用 所以目前剩22盒 確實這個量喔跟配發當然也不能說好像我們就有特權好像可以要求配發 可是有一些特別的工作者我相信是你們有全力要求配發的 第一個就是在這個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公務車駕駛大概是有69位嘛 那他們在跟這個委員的這個開坐車的時間 平均起來我相信一天應該超過6小時左右 那這樣的一個工作密度跟空間 基本上我認為配給他們是必要而且是雇主的義務 在治安法裡面的277條設施規則也強調 雇主要配給這樣的一個人呢 必要的防護措施跟物資 所以我是很建議我們立院可以用治安法的方式 給這69位司機齁 看是一周年一樣是兩片 但是他們沒有時間去排 他可能家人也沒有幫他排 所以他終究還是沒有 像我的坐車的幾次 有戴口罩的機率只有二分之一 那通常就是我戴 他不戴 那他戴我也戴 那他戴我不戴 就是終究互相保護 所以我很期待就是說 這個公路車的駕駛69位 能夠爭取給他們一周 起碼兩片 那我認為這個是雇主義務 可以要求的 那這個也是秘書長 副秘書長可以幫他們去爭取 那第二個比較是清潔人員 因為他們接觸的這個空間 都在委員會 委員的辦公室 不同間不同間去做巡查 那我知道目前的人力大概也只有六七十位 那這個當然他的雇主是第一社福基金會 那我想立院是不是也爭取幫他們這樣的一個社福團體呢 也爭取給清潔人員 還有我們的坐車司機 可以有這個權利 那我相信用治安法 這個絕對不會引起社會上說 我們好像使用了什麼特權來爭取 好不好 這兩點請大家可以接受 謝謝賴委員給我們這麼好的建議 我想我們會來按照這樣方式來做處理 那最後一點時間我也就這樣 我們立院有成立一個性別工作平等會 有 這個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我們在上一屆 上一屆的第一會期就成立了 是 那我們有收到要指派這個委員嗎 那我們黨也有一個席次 那我本人就被林選為性評委員 那因為昨天是三八婦女節嘛 所以我也很期待說我們立院呢 真的能夠照當時成立的目標呢 來讓我們在職場平權啊 或者是性別友善 甚至是這個相關法規的這個 推動的時候可以有性別影響評估 那這部分是不是我們在法治局或相關的單位 都有這樣的一個處理 我們都有 比如說任何一個法案出來 我們都有針對性別平等的一個評估報告 然後我們對於性別平等 每次這個性別平等委員會開會 都會做一些建議跟一些應該要有的措施等等 那只要委員建議的 那只要可行我們就全部都來執行 所以現在進行的還算是蠻上軌道的 謝謝 那什麼時候會開這個居次第一次會 什麼時候可能 我們組成之後很快就會開啦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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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請 完成 我們請